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树目自然死亡后才能够用树材 人们称他们为袖枕民族 也叫做皮格米人 这个部落有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 那就是八岁的孩子就可以结婚生子 可能是原始基因的问题 使得这里的人繁育比较快 八岁就发育成熟了 所以在那里八岁也不算是孩子了吧 他们呀十八岁就能当上奶奶了 不过这里的人们都很矮 最高的也才一米四 他们并不是因为疾病 而是天生如此 不过他们的平均寿命都比较短 三四十岁就算是高龄了 皮格米人头大腿短长得精瘦 但是每个人从一出生就挺着个大肚子 肚脐而凸起鸡蛋大小的肉疙瘩 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 但是没有文字数字和时间的概念 所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年龄 由于原始生活环境比较恶劣 他们什么都吃 而对于这个部落呀 有一个可怕的说法 就是有些人错误的认为 吃了皮格米人的性器官能增强体质和力量 而由于原始环境的恶劣 他们不仅死得早 而且有一半的皮格米人儿童都活不过五岁 皮格米人也病临绝肿的危险了 对此您怎么看呢